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一直以来呢,不断的有人希望我多做几个有关于蝴蝶兰的视频 另外的一些人呢,希望看到我的兰花在水里根系的生长情况 那今天呢,我就挑了几颗比较有代表性的蝴蝶兰呢 给大家看看它们水培以后的生长情况和它们的根系 先看这一颗吧,这一颗金菊 这一颗呢,我是在去年十月份买的 买来以后,我当时就介绍过它 当时呢,就是开着花的 你看现在这个花呢,花杆呢,长得非常非常的长 顶端开着花 下面呢,又长了几个花包,三个花包出来 它的模样现在其实我都觉得有一点难看了 都想把这个花杆剪掉,让它重新长 但是呢,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开花 不断的长花包出来 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整整半年了 都还在开着 我有可能会把这个花杆剪掉 不要了,因为太长了 太高了 那下面呢,看一下它的根 这是入水半年以后的根系的生长情况 长得非常的漂亮 深绿色的呢,就是有水苔 根的尖的部分呢,是新长出来的 没有任何水苔 发红,因为有阳光的照射 上面呢,没有在水里的部分呢 就是白色 有一点发黑的部分呢 是有水藻,现在是干的 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呢,是在水里 有的时候呢,不在水里 那就是它的颜色 上面也有新根长出来 下面也很多 这是半年的模样 长入水半年的模样 很多根 叶子呢,没有长过 之前的叶子现在还是非常的健康 花呢,就一直不断的开 那这个呢,就是这一颗 下面呢,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呢,入水的时间差不多 也是半年的样子 买来的时候呢,是有花的 开完了以后呢,把花剪掉 然后呢,就长了这个刺花梗出来 现在接着开 现在有五朵花,这个花呢,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那现在看一下它的根 我索性把它拿出来好了 嗯,也是深绿色的部分呢 是有长了水枣 新的 长出来的根呢 是浅色的 看起来也是 几乎每一条根上 都有新长的根 就是这一边的情况 呃,入水半年的模样 呃,旁边呢,还有几颗没有花的 呃,有一颗是有花的 呃,这颗 呃,金边的 它叫做,呃,Fallenopsis Golden Vivian 这颗呢,非常的有意思 这颗是呢,别人送给我的 它送给我的呢,主要是因为 当时呢,呃,它有一个 全部烂掉了 就是这个根呢 呃,现在你看到这两片大的叶子呢 就是以前最顶上的两片叶子 这个叶子以下的其他部分呢 全部都烂光了 所以呢,我就把 下面的部分全部剪掉 只留了顶上的两片叶子 那后来呢 结果呢,就是 长出来 一点,一小节 短短的根 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 发黑色的部分 这一节根 呃,上面呢,长了 呃,三片小小的叶子 当然了,它连根都没有的 不可能长得很好的 然后呢,你看这个 当时呢,有一个花杆 我把花杆剪掉了 因为我希望它长根 结果呢 这就是它长出来的全部 呃,半年了到现在 它之后呢,就又开始长这个花杆 没有根,没有叶子 就是长花杆 当然这个花杆呢,也很小 因为 完全没有什么能量 那就是这个 同样是蝴蝶兰 这个半年的样子就是这样 当时只有两片叶子 现在有几片小叶子 一丁点根 根和这个新的花杆 因为它非要开花呢 我就游着它了 呃,这是 这一颗 呃,这些 这些,我今天的这些蝴蝶兰呢 全是入水半年 那这一颗 剩下的三颗呢 呃,都是 呃,花后买的打折的蝴蝶兰 非常便宜 可能是在Lowse五块钱买的 我想 我记不住了 呃,这是它现在的模样 呃,根长得还不错啦 每一条根都有 新的根长出来 呃,这儿也有很浅 上面也有很多根 新叶子 呃,其实旁边的这片叶子 也是新的 呃,两片叶子都是新长的 呃,这是它现在的模样 我没有看到有 花杆的迹象 半年了 这是花后半年的 在水培的模样 呃,这一颗呢 呃,是别人送的 当时呢,呃,基本上是 掩掩一息 嗯,被晒得不成样子 而且完全都干掉了 这是半年以后的模样 这是它们的根 同样 没有任何花杆的迹象 呃,另外这一颗 其实是我自己的 这一颗呢,是 也是入水半年 但是这一颗是我自己的 我种了很多年的 每年都开花 但是,呃 去年的时候呢 我有一段时间不在家 就把它放 寄养在邻居家里 回来以后呢 完全所有的叶子都晒伤了 上面全是泡 而这一片也晒伤了 就晒成这样子 呃,回来以后呢 入水以后呢 长了三片叶子出来 这一片 这一片 和中间的这一片 都没有以前的叶子大 因为它的状态不好 这颗蝴蝶兰 你可以看到它的年头 比较多了 因为它的杆呢 很长 这些根呢 都是 这几条白色的根 是它的气根 没有泡在水里 泡在水里的 你都可以看到 是这绿色的 长了新的根出来 呃,这几颗蝴蝶兰呢 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呢 放在这同一个容器里 这个长的四个蝴蝶兰 这是它们入水半年以后的模样 还有这一颗 这个都是入水半年的模样 其实水培呢 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呢 需要一点耐心 呃,那就是我 这就是我今天想 给你看的 我的水培蝴蝶兰 半年的样子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 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